你 忘记我说过什么 王府内不拘俗礼 我忘了 承煦说 你的生辰快到了 本王从来没给任何人准备过生辰礼 想来想去 觉得这个东西或许比较合适 先打开看看是什么 再决定守不守吧 这是我自离开忠州以后 所有乡军将领的用因 本来想送给皇兄的 不过送给你也好 以后你每年的生辰 本王就不用苦想了 年年如此 如此重要的东西 师父当真要送我 只要你别不喜欢就好 这是师父为百姓征战的证明 我会收藏妥当 以命向你 要出兵了 要出兵了 做好准备 这一去恐怕又要几个月 军粮还有西州城的布防 都要考虑到 是 是 师父 殿下 还有一个人你要考虑到 对 还有师姨 以往助争都是说走就走 王府也是转瞬即空 此次 多了殿下这位小徒弟 便不能走得如此随意 那就干脆戴上 这样大家也放心一点 那怎么行 要是让崔氏知道 我们带着小师妹上了战场 那肯定要跟师父拼命的呀 小师妹 你也要是让崔氏 但是这个要是让崔氏 雅 你看好吗 你总是吧 想不出兵吗 你还能把我找到 军粮 才不得来 除非 这手 忘记后班去了 过去常备 不知怎么提笔就忘了 我来吧 我来吧 想什么呢 阿娘说过 这句话是在说 女以色寿 难以魂语 情投亦合 心轻于测 但你学诚实 再补上剩下的吧 我要走了 过来跟你说一声 去哪儿 我平时不住在王府 一年的时间 有八九个月都是带兵在外 以后也是这样 你要习惯 我走了之后 王府除了侍卫 就只有你和承袭了 照顾好自己 好了 也没有其他 要交代的事情了 姐 报 好 好 等我的捷报 从今以后 王军只有捷报 我先来 让我住 我先去 好 师父 师姐 师兄 保重 如师父所说 一年年 他常在外 而南辰王府 总像只有我一人 师父习惯言而无信 说好的贵妻 十次有九次不作数 只有一样他做到了 王军从未有败己 只有解报 师父 父 师父 师父 姑娘 殿下回来了 伤心 摔破了吗 我看看 我去给你拿生药吧 我去给你拿生药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